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传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与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余医生 你好 Hello Della 好 大家好 之前我们跟听众介绍过同类疗法 余医生 今天不如可不可以跟听众介绍一下 我们有时日常遇到一些急性的问题 可以怎样用同类疗法去自己做一个处理 譬如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的题目是那个龙肿 这一个问题 我们的听众可以怎样的方法去处理 我相信有些人都有经验 可能有时会出现这些疗瘡啊 浓瘡啊 这样的 英文叫ABSESS OK 那是一种脓肿的 那简单来说呢 这些通常呢 都是身体内部呢 有些部位是受到细菌感染 通常都会这样的 那样就出现了 就是含脓啊 譬如牙肉、面部、手、身體、皮膚、屁股、腿 其實很多地方都可以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遇到這些問題都明白 通常的症狀會覺得有少少慶 當然痛,不同程度的痛 有些痛,有些少少痛 會腫、紅、患處 通常都會感到不舒服 有時都會有發燒 通常不會的 但偶爾也會 這些濃腫,通常都需要治療 很少自己痊癒 當然很多時候 一般醫生遇到這些情況 都是幫你放下濃 開刀放到濃 便會擠到濃 直接嚇傷口 或者他們都會用抗生素 但有時 如果你發現 你的濃腫是通得很厲害的 而且發現 環處開始有些紅色的血絲管 伸展出來 這其實是代表 你身體的血裡 已經受到細菌感染了 這是一個緊急的處理 這就不是讓你自己去搞的時候 好 我們遇到任何的病 我們通常都要 中醫生很強調 望聞問切 其實我們一定要觀察得清清楚楚 通常你要看看 到底那個狼腫是怎樣養呢 還有是不是有些濃 在流出來呢 或者如果有濃 是甚麼顏色的濃 還有有沒有血呢 還有你看看那個患處 周圍的皮膚有沒有紅 或者是變顏色 或者不是紅 但可能變成深色 或者是不同顏色 還有那個狼腫本身是否紅色 如果是鮮紅 或是暗紅 甚至乎會不會是藍色 好了 還有有沒有腫 腫得多少 還有痛的程度是怎樣的 還有一件事要留意 看看周圍身體的淋巴 有沒有腫起來 譬如那個甲拉底的淋巴 或者頸部 或者腿部 或者腿部的淋巴 譬如有時是腳部 有這些 看看有沒有其他附近的淋巴 有沒有腫脹 所以這個我們要觀察 記住 遇到一個問題 首先要看清楚 情況如何 好 好 很多時候 在找療劑的時候 我們都要聽病人的反應 病人說些什麼給你聽 這個會幫助我們找療劑 找得更加準確 好 你發現病人 你觀察的時候 他就說 哎呀 哎呀 別碰他 他可能很快就 揭一揭開給你看 就馬上趕緊的 這些動作 代表他很痛 還有怕冷 你要感受他才舒服 這種情況之後 我們會想那個療劑 會想是 HepaSauve HepaSauve 我們中文叫做 鈣流化甲 這種正義 你聽到 你會想到這個療劑 好 如果病人跟他講 他說我裡面很脹 好像要爆出來 要爆出來 你要想什麼療劑 但想到 Laccus 即是南美蛇毒 即是這種 這種脹脹脹 上去弄出來的療劑 的症狀 還有 如果你有聽到 病人這樣說 其實不知為什麼 我的口臂好像 有點口氣 有些口氣 還有 我還有 是流口水比較多了 如果你聽到 這個病人 有這樣的訴說 你想到什麼 想到 是 Mercurius 那個水銀 水銀就有這種 這樣的症型 還有 有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不單止 我覺得有些味 突然之間 好像比平時 汗多了 還有有汗味 這個都是 拱的症型 OK 如果你聽到 病人 他的感覺 怎麼樣 我覺得好像 下面 在那個農場裡面 好像 有些異物在 頂住 那種感覺 你聽到這個 你就會想到 什麼療劑 就是 那個 酸性 即是 你很小心觀察 記錄了 你自己好一點 記錄 你看到什麼 接著你聽病人 怎麼說 他的感受 因為這些 就會給你資料 如何配療劑 你記住 在同學療法 我們要辯證 都很重要 不是就這樣說 實況緊緣 當然是實況緊緣 那就抗生素 但是跟療療不得 不是這樣配療 你要很清楚 他一個仔細的情況 除了你自己看得清楚 聽一下他講什麼 他怎麼形容他的感受 還有當然 你都要問他 問真點 問清楚 到底是什麼 譬如你問他 痛 痛得厲害嗎 有些少少痛 或者有些痛得很厲害 他說痛了 那種痛是怎樣去感覺 你怎麼形容那種痛 好 接著你問他 你痛的時候 有什麼可以做 令他舒服一點 或者有些人蓋著 舒服一點 有些人站開來舒服一點 有些人可能熱一點 舒服一點 好了 所以就問你 在現在出了這個問題之後 你個人本身 有沒有覺得很熱 或者覺得很冷 還有一個問題可以問 你這個時候 有沒有特別 特別好學吃某種食物 或者某些飲品 OK 好了 你要清楚了解那個病人 那個環廚的樣子是怎樣 要知道病人的自己感覺是怎樣 再問真點一下 搞清楚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在同一個療法 有很多很多療劑的 我們今天只不過介紹 是比較基本上常用的 是一個沒有什麼病發症之下 簡簡單單 你可以考慮這個療劑 好了 最常用在這個濃腫的療劑 有兩種 就是那個 那個 Hipersault 還有那個 Silica Hipersault 還有Silica 這兩種 就是比較上 是最常用的 好了 如果發現那個病人 他告訴你 他是很痛很痛的 嚇一跳也很痛的 而且是很冷的 那個人也很冷 那個人又冷又很敏 這個 你會想那個療劑 就是Hipersault Hipersault 這個療劑 如果我們有時候 根據那個病人 那個患者 就是說 有些 就是 剛才提過 那個特點就是 他怕冷的 也都 令到他 很痛的 很痛的 也都 那個情緒上 就會變得很猛疹的 那我們就可以考慮 用這個 Hipersault 對 那個療劑 這個療劑 好了 如果你發現 這個療劑 是因為有些異物 在有外來的物質 是插到它的 嗯 令到谷座裡面 是不爆出來的 那你就會想那個 植物 Silica 這兩個 可以這麼說 是比較 經常用在急性 記住在急性的情況 好了 如果你發現那些療劑 開始有一點點白紫 還有那些 有些單點的顏色 也通常發生在左邊那裡 還有他發現 如果你每次放些療劑 就舒服一點的 如果不放療劑 就骨絕骨絕 很辛苦的 還有那個病人 有一個比較上 是多嘴的 就是很多嘟嘟不絕 喜歡說話的人 還有一個很緊張的人 你想的療劑 就是Lecasus 南美蛇毒 OK 好了 還有 如果你發現 那個療劑 發出來的那些 那些味道 是有些臭味的 還有那個人本身又怕冷 又多寒 又多口氣 我請你問清楚 你問清楚 還有一些可能 有些金屬味的那種 那你就想什麼呢 就是Murky 就是那個拱 水銀 好了 通常我們遇到這些情況 急性的問題 我通常會給療劑 通常用30C 分量都足夠了 可以這樣說 給它幾顆 視乎你那個療劑的尺寸 通常三顆到五顆 就可以每四個小時給它 連續給它三次 基本上你就可以觀察 OK 那如果你發現 給了三劑之後 都好像沒有什麼改善 那你就可以轉換另一個療劑 OK 那如果你發現 咦 用了之後 可能一劑已經覺得好 那你就可以繼續用它 就是當症狀差一點的時候 就是繼續用的了 所以視乎你那個 手上療劑的那些分量 如果分量比較低的 譬如6X、6C、30X 那可能可以用得密一點的 就是每六個小時 每四個小時都可以用的 但如果你用的分量比較高 譬如200X、200C 或者一個M 那通常就不用用得那麼密 就是你用了劑之後觀察它 如果它真的差之後 那才會再重複的 OK 那我們通常會看到 如果那個療劑是有效的 那可能會減低它 如果它有發燒 會發燒 會減低 還有那些炎症 也都會減低的 那記住 它是會促進你的身體 是排濃的 OK 那所以你有時候見到 這些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它濃水走出來 沒有那麼痛 那你知道 OK的了 那也有可能呢 它不爆出來 它自己收了都會 是 但也有時候呢 它會爆出來的 譬如有時候呢 如果你有些異物 就是有些刺 有些刺 在身體裡面 那你會發現呢 已經突然之間 它會穀了出來的 在直的利用之下 很多時候會穀了出來的 OK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和你介紹的 就是簡單 就是簡單 因為那些濃瘡 很多時候呢 很多時候呢 都會很頑固的 就是很固醜 那些你們未必能處理得到 那你要找一個專家 一個專家的同類療法醫生呢 幫你深入一點 找回其他的療劑處理它 嗯 那這個如果這個籠腫 這個這樣的 除了一些同類療法 如果日常臨床上面 會不會有一些其他的工具 都可以幫到一下 那在除了一般人 都會遇到這些情況呢 就會用什麼呢 用凍熱膚 嗯 就是熱毛巾 凍毛巾 通常呢 就熱的時間 五分鐘 凍的時間 一分鐘 那目的是 增加它的周遭的 那個處月循環 嗯 那些周遭環好呢 當然會好很多 那也有些人呢 就喜歡用一些 按摩、淋巴按摩、磁柱類 那草藥方面呢 我們可以用那個 Ecanacea 還有那個 Golden Seal 那個 紫椎花 還有那個 金印草 那有時候有些 有些是軟妝 有些是 有些是滴妝 那沒有所謂 就是總之 這是一個 西草藥的方法去處理它 那也都幫助你 加強你的免疫能力 去對付這些感染的 那當然 那在傷口方面的處理 我們可以用 加四銀 把它清洗 那當然 有很多時候 就這樣 減水都可以的 那除了之後 你還可以用什麼呢 是那個 金盞花 Galandula 那些 Tinture 那些釘仔 幫它消毒 讓它不會發炎 還有你的傷口 是賣得好些的 OK 那還有其他 簡單的營養素 可以吃一些 維他命C 蒸 或者是胡蘿白素 這些 這些都會加強 我們皮膚的免疫能力 那這些很簡單的東西 大家是有機會 即是及早治療 是很多時候 可以處理得到的 那我們現在 今天醫生介紹了四隻療劑 醫生可不可以再 將這四隻療劑 即是礦物質做出來的 那好了 那這個 CAPLASO的重心 那個情況就是 那個病人 是痛得很厲害 很怕冷 很緊張 嗨嗨都不可以的 而且很怕冷 通常說 我要熱呼才舒服 他很怕冷 嗨嗨都不可以的 那對一些冷水 凍冰 特別敏感 那種痛 就好像有些 有些刺 有些好像有些針刺 有些刺痛 那通常這個病人 在這個病的情況 就會比較敏鎮 一些的 多多多 多投訴 你覺得他不是很老闆的 他很敏很敏的 那 那 身體那裡 患處 正如說 他通常患處 你嗨他會痛 那 還有他很多時候 有些流濃的 有些有些臭味的 那些流濃 是不斷地來到 就是流出來 那 那也有時候 你會聞到 有些臭蛋味 或者酸酸臭臭的味 那 那 這個療劑 的好處 就是 將它 幫它 趕出來 將那些髒髒 趕出來 那正如陳姨所說 他是怕冷 所以 冬孔是差 冬風吹到就差 如果你揭開他身體 患處 他就覺得差 暖 就會舒服 那 有些時候 他在這種情況 會特別是喜歡吃 醋 酸的食物 或者喜歡吃 那些肥膩的 和酸味的食物 那 這個是 希伯修的特性 是 人的特性 好了 除了這個 另外一個療劑 就是 南美蛇毒 Lercasus OK 南美蛇毒 關鍵的症狀 你會看到 它那個 濃瘡 通常是呈現 藍藍 青青 和黑的 那種顏色 而且是傾向 出現在 在身體左邊 或者由左邊 慢慢走到右邊 那人的精神狀態 在那時候 他有很多話說 嘟嘟不舒服 解釋他的問題 很緊張的 而且他人 平時都是屬於 比較容易妒忌心寵的人 好了 這個 南美蛇毒 所以很低的症狀 他那些東西 要放出來便舒服 就是 當他在排著濃 排著液體 排著血 他會覺得他人舒服一點 如果他是 捱著捱著 想爆爆著 就特別辛苦一點 OK 有時候可能出現在 身體任何的部分 包括牙床那裡 頸或者 有時候可能 你會看到 扁桃線 淋巴線 那些地方 都會有的 很多時候 都是會有膿 濃 好了 通常 你會發現他們 他們很怕 患著 枯緊它 即他不喜歡 包紮它 即他會放鬆一點 他會舒服一點 如果你拋著它 他會覺得 辛苦一點 他也覺得很脹 熱就會令它差 還有 很多時候 那些病人 睡覺的時候 會覺得痛一點 即他不太喜歡睡 睡覺的時候 會特別差一點 或者睡醒之後 會特別差 好了 他會喜歡什麼 他喜歡空氣 空氣的流通 還有 蛇毒的人 很多時候 他本身很喜歡吃蠔 那些 你看到 和療法 很多時候 考慮很多方面 到這個人本身的傾向 飲食是怎樣的 好了 那第三個 我剛才提到 就是那個拱 水銀 那個是mercury 它關鍵的症狀 通常你會看到 它那個患著 是已經潰陽了 那有些 濃水 一直來 有些味道 那些濃水 是爆出來的 還有 水銀這件事 很有趣的 他又怕冷又怕熱的 即是很難找到 一個很舒服的溫度 他很舒服的 那你問他的時候 他都說 冷又熱又怕的 那人的性格方面 比較上 就是懷疑心寵 他人很緊張 就是很趕趕趕趕的 那也有時候 那人就是 都有一些 很憧憬 或者有時候 那些東西 就會比較上 是保守些 好了 那身體方面 就有 你看到 有體味 而且 口水會多 或者 比平時來說 特別多 流口水 而且 時間方面 晚上比較差 什麼舒服呢 適中的溫度 很重要 他特別怕熱 他吃的方面 有時候發現 他特別喜歡吃 麵包 茶牛油 這樣 好了 接著跟大家再介紹 最後那隻 那隻 Silica 直 通常直 關鍵的症狀 通常它的濃腫 是因為有些外物 刺了下去 最簡單 有些東西刺了下去 然後就陷入 OK 有很多時候 你會發現 它的濃腫 是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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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爆它出來 而且 人是比較散弱的體質 身體好像爆不出來 那樣 人是比較黏細的 黏瘦瘦瘦的人 好了 性格上 都是比較 Refined 比較黏瘦 還有比較細膽 做事都很仔細的 好了 還有一個身體方面 會看到 很多時候 你會發現 那個臨巴結 那裡 會腫脹 和很硬的 OK 同時 那個濃腫 都是含有些很臭味的 那些東西 那 很多時候 有些 病人會說出來 其實 它的問題是 因為它本來流汗都很厲害 然後 它就用那些 止汗 止汗液 止汗噴霧 是禁止身體 於是 身體就反彈 就出現這些 皮膚出現這些 濃腫的 好 OK 這幾個是比較常用的 是 大家 早期有這些問題 可以不妨試試這四種 基本簡單的療劑 好 因為之前 如果有些聽眾 可能對於這個同類療法 不是很認識太深的時候 可以上回我們那個 我們網台那裡 找回我們之前 看過一集 叫做 認識同類療法 就可以了解一下 怎樣 整體那個同類療法 是怎樣可以幫助我們 在一些急性的問題上 當然 剛才提過 如果遇到一些 慢性的問題 已經是長期 積聚了在這裏 可能就介紹這些療 未必可以馬上幫到 這時候 可能要找一位 專業的同類療法醫生 幫幫你們 去解決問題 正視問題 永遠都是 一個及早的醫治 就好過 用了錯誤的方法 拖拖拉拉之後 甚至出現後遺症之後 才去處理 這個就難搞很多 這樣 袁醫生今天 跟我們的分享 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 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跟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如果是關於剛才提及的療劑 可以在我們的六創意健康店 是有得出售的 查詢的電話號碼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在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了 好 謝謝你袁醫生 拜拜 謝謝大家收聽 拜拜